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原料打理不好也不行 今天咱们就说说这物美价廉无人不吃的马铃薯该怎么挑选和去皮吧 乍一看马铃薯都是土黄色的原割的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要想吃到可口的马铃薯还真是有不少讲究呢 哎呀 看看这一大桌子的菜呀 都是由我最爱的马铃薯做成的 真是让人直流口水 好了 言归正传 今天要给您介绍哪个地区的马铃薯菜肴呢 土豆泥和小白菜 还有野葱土豆球 这两道菜呀 可是咱们西北地区马铃薯的特色菜 比如说这道菜吧 您看它是由野葱和马铃薯来做成的 野葱您知道吗 它可是西北宁夏地区的一种野菜哦 和马铃薯配在一起是非常好吃的 这道菜呢是由小白菜和土豆泥做成的 其实我觉得它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 不仅色的鲜艳而且软烂可口 喜欢吃面土豆的人可以选择它 可能很多人会说啦 这个土豆啊我会做 但是怎么来挑土豆不太明白 你知道吗 其实这挑选土豆也是大有学问的 不信就请我们的热心观众金恩阿姨 来跟您说道说道 这就是我们的热心观众金恩阿姨 特别喜欢吃马铃薯 日子长了 就总结出了那么几条 挑选马铃薯的方法 到底怎样才能挑选出口感好的马铃薯呢 挑选土豆呢 一般的说表皮要比较光滑的 牙眼比较浅的 这样的比较好 这种土豆呢就是比较圆的 上面这个皮呢有点麻皮的 吃炖土豆啦 喜欢比较面的那种口感的人 就是选择这样的土豆比较好吃 这种长的土豆呢 它表皮挺光滑的 你要做那个青椒土豆丝啊 这种比较脆的口感呢 就选择这种土豆比较好吃 这第二条啊就是看颜色 金阿姨说 黄肉的马铃薯淀粉较多 吃起来口感比较柔软 而白肉的马铃薯比较甜 吃起来有些爽脆 所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另外提醒您的是 千万不要购买表皮发青 发芽的马铃薯 都是一个快径 它是可以起繁殖作用的 它在发芽的这个时候 非常讨厌你去打扰 它要保护它的下一代 所以说呢 它就在里面产生一些毒素 这个毒素呢 叫做茄碱 或者也称为龙葵素 或者龙葵碱 这种物质呢 吃多了的时候 是有毒的 对于家里存放的马铃薯 如果发芽发青的部位较少 可以将发芽发青的部分彻底清除 放在清水里浸泡一下 而在烧制马铃薯菜肴时 一定要加入一种调味品 什么呢 就是米醋 如果发芽后发青的马铃薯 在食用时口中有发麻的感觉 必须立即停止食用 不然中毒就麻烦了 那么买回家的马铃薯 如何存放才能避免发芽呢 我们还有一位热心观众 来问您知一招 首先将马铃薯 存放到一个干净的纸箱里 土豆保存 不光是要放在纸箱里 防止它发芽 最主要的是 还要放几个苹果 更重要的是要放几个青苹果 然后将装满马铃薯的纸箱 放到避免阳光照射 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 学会挑选马铃薯了 可是烧至马铃薯擦肴时啊 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去马铃薯的皮儿又快又不浪费呢 我们老百姓常用的工具有 我觉得这几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倒的快 我倒是快好适 因为你皮扒的也薄 拿点勺 你看就过去老人做饭都是这个 这样了吧 也一层薄皮儿 看来啊 这四项工具都没有被大家冷落 大家都说自己选用的工具是又快又好又方便 那么到底哪种工具去马铃薯皮儿效果最好呢 咱们哪也别光说不练 来一场去马铃薯皮儿比赛一节高下 首先我们准备了大小相似数量相同的马铃薯四份 参赛者选择自己最得心应酬的工具进行比赛 比赛的规则非常简单 就是在一分钟的时间内 看我们的四位参赛者 谁削马铃薯的数量最多 削的皮儿最薄 您觉得您能不能赢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 肯定能赢是吗 非常有信心 对 好 那你呢 我这争取吧 争取啊 好像有点不自信啊 我这最原始 看是个最薄 会不会赢啊 怎么说呢 试着来了 看吧 看来你人有点底细不足 预备 开始 您还别说 我们这四位参赛者 看来都是做家务活的好手 瞧见了吗 无论是哪种工具 在他们手里使用的都非常灵活 比起再来 大家更是不甘示弱 争分夺秒呀 时间到 比赛结束了 比赛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使用小刀的参赛者去了一个半马铃薯皮儿 使用更勺的参赛者去了一个马铃薯皮儿 而用削马铃薯刀的参赛者去了两个半马铃薯皮儿 最后一位用钢丝球的参赛者去了两个马铃薯皮儿 再看看他们削下来的马铃薯皮儿有没有浪费 小刀和钢勺去的皮儿比较薄 没有浪费 钢丝球去的皮儿怎么没有啊 虎头皮儿因为它特别碎 你看都在这上面站着呢 就这么一点 虎头皮特别薄 我这浪费了 太厚了 但这速度还可以 虎头皮多了 虽说削马铃薯刀去的马铃薯皮儿 比赛丝球多半个 但是去的皮儿太厚了 有些浪费 所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 钢丝球去马铃薯皮儿 最快最好 可是有人说了 这钢丝球啊有些硬 抓在手里容易把手弄伤 那还有没有其他去马铃薯皮儿的好方法呢 去土豆皮的方法有很多 但我这招是最厉害的 不信您看看 哎 金阿姨还真是厉害 不光是会挑选马铃薯 连着去马铃薯皮儿也有绝招 哎 这金阿姨怎么戴上手套洗马铃薯呢 再看看金阿姨洗过的马铃薯皮儿全部都掉了 而且表面非常干净光滑 那么金阿姨究竟用的什么药招呢 我用的手套和别的手套不一样 这是去土豆皮的专用手套 您看去的土豆皮又快又薄又干净 原来这蜜蜜啊全都在手套上 知道见了吗 在这双手套的长面 蜜蜜麻麻沾满了许多坚硬的小颗粒 难怪去马铃薯皮儿会这么快 几秒钟的时间 只要将马铃薯沾水 在手里这么脱了几下 一个马铃薯皮儿就全部去掉了 就连坑挖处也不放过 而且您看去掉的皮儿是特别薄 真是又快又方便 不浪费还能保护咱们的双手呢 真没想到啊 这去马铃薯皮儿还有这么多的方法 真是学了不少 回家后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个周末您不妨也买点新鲜的马铃薯 做几道便宜又好吃的菜肴吧 另外如果您也有像金阿姨一样 制作马铃薯菜肴的妙招 请和我们联系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好了说完吃 咱们再说一个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事 近几年来电动车开始进入普通百姓家 由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电动车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亿两 随着电动车数量的增加 相应的由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也在逐渐增多 最近我们的记者去了一趟无锡 就遇到了一起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里是无锡市公安局交通指挥中心 从大屏幕可以看到 无论是交通的高峰期还是平常 电动车的身影随处可见 就在记者和民警分析几起事故案例时 监控画面上正好捕捉到了刚刚发生的一起电动车交通事 在无锡市南长街和永乐路交叉口 一辆电动车与一辆出租车相撞 电动车骑车人当场倒地 那么现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这位骑车人伤得重不重呢 赶到现场时 民警正在处理这起事故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电动车是吧 电动车 又转弯了它越线走到机动车道场 出租车呢 从车下走轨 飞机动车呢 向他 你才上车了 你看见他了吗 我走着没看到他 我真的都没到看他 也就是说 电动车骑车人因为转弯太大 越过机动车线 来不及下车 撞到了出租车 处理中 骑电动车的这位和出租车司机 理论时好像还很激动 难道他上的并不是很厉害 发来比你没事的 没什么大事的 给你快看看 这个只能在于市外上 索性只是个皮外上 可是他的车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车上的东西散落一地 还有车上的各种零配件 不知这车还能否骑得了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出租车嘛 应该应该让飞机动车 看得出电动车骑车人对判罚并不满意 人车都受了伤 还要承担责任 他心里总会有些憋气 可是一切错在自己 谁叫自己越线行驶 而且还有超载行驶的嫌疑呢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这位骑车人是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 对于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辆而应遵守的交通法规 它并不是很清楚 综合各种电动车事故 不按标线和指示灯行驶而引发的事故最多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并不把这种危险看得很重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种规定 您瞧这位 看见交警再想起来 自己走错道了 驾驶动车在自动车道内行驶的交通行为 已经违反了我们道路交通法和省条律相关规定 这车应该走走什么道 这里面 走这里面 再瞧这位 看见交警在路口还有闯红灯 而且车上还带着孩子 最后他被民警请到了路边 有急事是吧 对 我要送他去下学校 当你想抢着一点时间的时候 很有可能 你的交通违法行为已经比较危险 所以下回要请你驾驶电动车的时候 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交通信号 好的 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种违规的现象 看见这两位没有 按规定这都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还是听警察说说吧 知道为什么请您靠后吗 你载货的长 超出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一驾驶电动车如果载货超出 超出我们长度的规定的话 很有可能对他人 发生相撞相挪擦的危险 调查发现 引发电动车事故高发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不按规定载人载物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人员 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 或者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 不得搭载人员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超过1.5米 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0.15米 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 后端不得超出车身0.3米 那么为什么超规定载人载物会带来危险呢 因为我们的电动车的质量比较轻 但是行驶速度却比较快 如果载了人载了我们的成年人 或者装货的载质量超过了我们的标准 我们的刹车距离和我们的稳定性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由于电动车车身较轻 紧急情况下电动车的制动性能远不如小轿车 加上车体缺乏保护 所以一旦发生事故 受伤的绝对是电动车一方 那么电动车的刹车距离究竟有多长 如何在制动性能的维护上 防范某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呢 在无锡市的新日电动车厂的监测中心 我们和技术部的工程师做了一个实验 实验对象是一辆使用了半年的旧电动车 和一辆同一品牌刚出厂的新电动车 实验结果就是要看看 它们在相同启动距离 全速状态下刹车的距离有多长 实验数据显示 旧电动车的刹车距离是4.97米 而新电动车的刹车距离为4.65米 那么这个结果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长实验使用以后 这个刹车体块它会造成一定的磨损 然后它的制动距离会也长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手里面拿着这个制动器 这个制动器已经做过了一万次的试验 它的刹车体块已经造成了一定的磨损 在这一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的消费者 就要及时到服务中心来调整这个刹车地 然后来使它的这个制动距离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 电动车由于车身轻 其制动距离较长 而且随着使用年线增长 其制动性就会减弱 因此专家告诉我们 按照标线行驶 一路口提前减速提前刹车 同时每半年要检查一次电动车的刹车器 并进行相应调试 这样就能保证电动车的制动性能稳定 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了 看来要想享受驾驶电动车带来的便利 电动车的骑车人首先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另外要根据电动车的特点 注意电动车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消除安全隐患 这样才能够又方便又安全 好了 生活567和你在一起 下周呢我们将为您带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特别节目 敬请关注 一件珍藏 这就是我目前的世界的嫁妆 一份记忆 我十五九年开始写下来 一种坚持 一段历史 你年轻的时候老子教我们就唱鼓势了 细数过往岁月的感动 感受六十年的沧桑巨变 敬请收看生活567 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特别节目 变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